好多蝙蝠鱼 你看很大个 这里面蝙蝠很多你看 哇太多了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哇这么多蝙蝠 哇塞 你看看一下遇到蝙蝠冻了 今天我们过来看这边这个环境 这边这山头之前是他们全部种西贡椒 之前他们一共兜了三百多万拿来种西贡椒 然后后面呢这个他们做的这项目失败了 几百万三百多万全部砸在这地方 失败了啊 我们现在到上面去看一下 这地方非常的不错 上面就是那个大河边啊 水源都非常好就是没有电 电呢要拉的话要从对面 从贵椒那边拉过来就行 我们现在计划是拿二三十斗这个母猪 拿来放这边 你看这里先就这么多 还有这炒这么多 他就自己自己找吃的啊 这样在这地方做就放养的话真的是特别的标准 看一下 谁过来这地方找这个蜜蜂 这山头上那个野生蜂蜜肯定是很多的 我就要换另外一个家庭了 这里真的很好 哎呀 这里有两座坟 这位置相当的霸击啊 这位置真的非常好 那地方也是养子奖的啊 然后那边那个也是 对面是贵椒啊 我现在站这位置是广西 我们现在呢就是啊 这地方要养牛 养羊 还有养猪 全都拿来放这边 这边啊 到那边 全是这个荒山 以后的是这个 以前种这个 种这个香蕉啊 几间某啊 几间某地 全是这个香蕉 然后他们这个 投资的这些项目失败了 已经荒废好几年了 看一下 已经成了这个荒山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要拿猪和羊 来养这地方 熟了这个熟了 这个熟了 你看 拿着来 秀的这么不正 看一看 这样都很黄 很香了啊 这个香蕉已经熟了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 拿二三十头这个母猪 拿来投放这边 这山坡上 肯定也是有很多这个野猪的 到时候就可以被这个 二代的这个野猪 相当的不错的啊 拿来放这地方 就不怕的没有吃的 每天就让它 自由的去寻找吃的啊 因为做养殖嘛 最怕的就 怕这个 传染那些病例 所以 就一有什么 传染病例的话 我们这边 还有一个这样的 长地 还在吃争的 那么 我们就 不用担心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过来打算 拿几十头母猪 拿来抖放这边 看一下熟了 看一下熟了 哇